下週就是夕陽情人節 不少民眾特地到花卉市場 挑選代表真愛愛情的玫瑰花 要送人 但疑問價格 玫瑰花不只姿態焦貴 它的價格也很貴 台中花卉市場表示 去年情人節前夕進口玫瑰花 拍賣最高價120支 1800元 一支90元 今年因為天氣冷 玫瑰花開得慢 拍賣價也節節上漲 9號進口玫瑰花拍賣價 最高一把2188元 一支109.4元 本土玫瑰花拍賣價 最高一把1300元 一支65元 零售市場也就是花店賣的價格 則是和去年差不多 進口一支300元左右 本土玫瑰花一支70到150元不等 少了大概一層至兩層這樣子 產量因為氣候的關係 天氣比較冷 所以產量比較少 價格是有微微的上漲 一層左右 玫瑰花拍賣價漲一成 零售價不漲 就是怕再跪下去 沒人要買 情人節不想花大錢 但又想來點玫瑰花 增添浪漫氣息 花店老闆建議 可以自己搭配花束 玫瑰花的數量不用多 也能很有氣氛 改買其他的 像那幾梗花啦 百合啊 百合也是我們台中的產地啊 百合也可以利用加一些玫瑰 加幾朵不用加太多 滿天心放上去就有星光閃閃的璀璨感 另外還有這幾年流行的香皂花 雖然不是真花 但價格便宜一朵30元 而且模樣很像玫瑰花 又有淡淡香味 搭配起來也是豐富又美麗 華氏新聞审判家之君台中報導